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我们许县长 那许县长所到之处都受到非常多的欢迎 因为他到每个地方他就会发现问题 然后就会帮我们解决问题 甚至他会把很多问题收集回去 然后在各个局处之间呢 沟通协调之后 开始很快的速度 人民就感受到 哎 才刚提出的一点问题 好像就得到了立即的回应 甚至未来的方向都很清楚 那我们也知道说 在县市政府上班的所有的员工 所有的局处长 每个人是都绷紧神经 那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公仆 是要服务我们的民众的 那许县长的方向非常清楚 所以对局处长来讲 其实也都只要方向正确 往前走就对了 虽然上任第一年 但是方向是对的 那我们大家都听到 三大祖宗 十大愿景 是不是听听看 我们许县长怎么来提 这三大祖宗 十大愿景 我其实我在就任半年的时候 我跟我副县长 跟我几个同事在聊天 我说我这个半年之后 我开始有点焦虑感 为什么有焦虑感呢 就是我发现呢 就是在我们的行政 有行政的流程嘛 那当我上去之后 我很快速的把所有的东西都定案 这个局处要做什么 我的证件是什么 开始要开始提计划了 那开始要写 写我往下的东西 写要开始编列了 我们都就定位之后 之后我发现什么 发现我没事做了 为什么说我没事做呢 就是我这些的证件上去之后 接下来已经不是操之在我了 也就是说 它有很多 我们必须要委外的 比如说 我们在南投市里头呢 以前的旧的议会 我们现在要把它改成全民运动馆 那因为南投县 一直没有全民运动馆 有很多的年轻人跟很多的这个朋友 也期待我们要一个自己的国民运动馆 那从一个土地的变更 到经费的编列 到包括未来要在里头 有什么样的设备 我们要经过工厅会 那这个程序一走下来 工厅会提过来之后 我们还要跟委员 大家再讨论 光是这些流程走 通常都要七八个月 它有时长的 对都需要七八个月的 然后再透过发包 然后再透过这个动工 当然这个明年就已经可以动工了 也就是说我要讲的是有很多的期程 是放上去之后呢 接下来都要等 就等待期 那所以我就好紧张说 哎呀这个我们的四年很快的任期就到了 我们也要对自己的政策 也要去看我们做到哪里的 相亲也会检验嘛 所以我就觉得有一些的焦虑感 那我跟我同事就讲说 不行 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去压缩那个期程 第一个我们委员会给出去的时间 过去可能有三个月 或者是规划公司 它有八个就是半年之间 那可能有时候还要再修计划 来来回回 又增加了两三个月 我说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把这些期程压缩 我们这起内部委员审查时间 我们也压缩 能够加快两个月 我们就能够加快两个月 给相亲看到我们地方的成就 那当然就是说 这个是我自己上去讲到 就是说我自己会有一些焦虑感 就是说接下来都是要追踪 追踪这个进度到哪里了 追踪这个进度到哪里了 好那现在讲到就是说 我们刚才提到了 在南投县 我当时的这个三大主轴 十大愿景里头 怎么去设想南投县的未来 那南投县有三大重点 第一个是我们的交通 第二个是农业 第三个是观光 那这三个又是完全是紧密结合的 一开始我们有提到 在我们推动观光的时候 你必须把整体的交通网路都配套好 这个是观光使用的 但是除了观光之外 我们不能忽略到的 不只是四通八达要达到我们的观光区 那每一个回到部落里头 或者是回到我们的乡村里头的 公车的便捷够不够 这个是一直长期以来在偏乡 避免不了的问题 所以我们提出的就是 先从第一个交通 你要去解决到的 不只是观光的问题 而是民生的交通问题 你也一并要解决 再来观光跟农业更是密不可分 如果我们的观光客多农特产品 它自然销售就会好 它的伴手里的替代率 也自然就会提高 我们现在也开始推动轻农回头 希望让更多的青年朋友 回到南投来 来投入农事的工作 或者是创业来投资 那我们在今年呢 也针对青年朋友的部分 我们明年1月1号 就正式成立的青年的发展所 那这个发展所 会让更多的年轻朋友 把它在南投碰到的 不管是要贷款借款 或者是政府要补助 补助给你的农机具的设备 或者是提供你 怎么样的一个协助 创意的行销 这方面我们都有一系列的 一个完整的一个策略 让更多的年轻朋友 能够回到我们南投来 或者是不是在地人的 你愿意来南投投资的 或者是落地生根的 我们都提供相关的管道 那农业我认为 最应该要翻转一个观念是 很多的年轻朋友 不愿意从事农事 他们觉得 做人还不愿意 务力太低 很辛苦 还要贪一割一割 不然要怎么办 我觉得这是一个 大家传统对农业的一个认知 那过去是这样没有错 但是我们观察 全世界现在农业的人口 劳动力越来越少了 在农村的劳动力不足 而且现在大家会很担心 我的付出那么多 我请不到人 到底我的农特产品的销售 有没有出入 所以第一个 我觉得我跟我的农业处讲说 我们要先翻转一个观念是 农业不再只是劳动力高 收入不够好的一个行业 怎么样透过现在的 科技农业的引导 让各位的农民 他的收入是有所帮助的 精致农业的提醒 对没有错 精致农业科技农业 像你看南投县 我们现在一般来讲 我们大家都知道 茶叶嘛咖啡 现在是南投县非常重要的产业 以前采茶是靠着完全是手工的工人嘛 咖啡也是一样都是要靠人力去采工的 现在我们跟很多的学校 来也研究 他们已经 他们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科技类 比方说我带上一个 这个科技的一个 类似像护木镜那种 它已经可以判别的出来 哪一个豆子是成熟不成熟 它都可以这样子去判别去摘 就像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一颗凤梨 可以吃不可以吃 我们都是这样嘛 得得的 甜度现在可以测试 可以测试甜度 然后听谁 这条是有色和没色 有怕 但是现在就发现 这个过去是什么养成 经验养成 时间养成的 要有人带 要有人传承 如果没人带的时候 农民朋友是说 我要做这个我要怎么做 没人带我做的 我不知从何做起 但是现在的科技的导入 已经可以帮助农民 用一支笔 把这些用来轻轻的 这条熟了 绿灯了 戴在手表上面 绿了 熟了 可以了 可以送了 红还还不熟 它就可以用这些的这个仪器 来帮助你判别 第一个解决你人力不足的问题 第二个减少你的这个相对的付出 那我们县政府做什么呢 中央已经给你保障 我们就不用再保障了 我们就是这些科技 我们会请这些的 这些不管是工研院 或者是很多的学术单位 已经有这些的科技的 我们来补助这些的设备 农业辅导班 对 要有一些班来带 对 像我们现在也另外在成立了 就今年开始 我们成立一个职员学院 包括食农教育 就教农民做什么 在我们当立委的时候 那时候也通过了无人机的使用 那无人机的使用 我们这些农民 我们就要跟他们加工 你转油啊 转油啊 你都别自己拍 自己听 这个就是已经科技化的时代来临了 所以这些就我们就开课 教导农民朋友 怎么去操作这个无人机的使用 还有包括你在那个气候啊 低微 我们的低微 你要养成的过程啊 你要气候水 那个就是它的温度啊 包括那个水气啊 够不够 湿度啊 温度啊 事实上现在都有仪器 对 不要用感觉 现在这样 会保 黑暗梯 黑暗梯 都用感觉 对 以前都这样 感觉怎么来 那就是他的经验嘛 我们现在少年 如果他这个 他要经验 他就是无法 对 他要靠着他的时间去累积嘛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用这些的科技 来协助他能够快速的进入状况 那他不用耗费太多的人力 他的这个 他的收成也会好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有这种气候的 监视器啊 各种的科技农业来引导他 那我相信呢 在南投的农业里头 他的这个成长就非常的快速 所以我们现在也除了帮所有的农民 把这些的第一线做好他们 像今年呢 很多的青农朋友 他就告诉我 我们今年有逼那1500万来协助他们 做很多的农业的设计 我希望让南投县的青农 大家集结起来 我帮他们设计一个统一的 南投县的logo 以后所有南投县的青农出去 都是用这个统一的logo 这也是由县政府帮你背书的 未来县政府 我们自己有一个品味南投的 这个网站上面要帮他们销售 那当然今年他们也到日本去 因为日本的这个科技农业 包括这个金制农业做的特别的好 他们要去取金 也刚刚回来 回来大家跟我讲说 学习的非常的好 所以我觉得政府 我们要把资源呢 把把我们的农民朋友 在各种的这个劳力的部分 减轻他们的负担 然后政府你要负责第一线 帮他们做好这些的工作 后续的销售 你也要帮帮忙他们 这个要一个一贯性的 未来才能够让更多的朋友 愿意来从事农作 再来就是就刚刚讲到的 这我们的观光跟农业跟交通嘛 这三项如何串起来 最后我们要讲交通的部分 就是在我们的交通里头呢 在我们以前大家都讲说 南投县我们没有海港嘛 也没有铁路嘛 孝城说是四大街空等等 但是也因为这样 我觉得从现在这个角度看 没有不好哦 早期可能是落后 可是我一直认为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啊 现在在整个全世界的环保的 全世界都在寻访秘境 对 就是到不了的地方 但那台湾就这么小 能够没有被开发的地方 或者是还能够保有 它既有的这些的 远起风貌的 对它还剩下哪里 滑东地区 还有南投县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大家过去看就觉得 可能就他可能交通不够好 比较落后 但是我认为这个是江南南投县 为什么我们称为一个移居城市 我认为移居城市 不只是一个环境好 要漫游的城市 做观光做什么 都是让你觉得很舒服的 百姓住在这边不会焦虑 而且呢我觉得慢慢的 你可以看到 当我们那时候 十几岁在念书的时候 都很向往那个大都市 都向往都市跑 可是你会发现现在的人 不一定是不是年长的人 他才希望要往上下跑 现在的年轻人 他们也开始注重 他们的生活品质 他们会向往那样的自然的风景 然后向往那样的一个空间 向往那样的 每个人可以分到的空间是多的 然后空气是清新的 然后住起来是舒服的 人是和善的 对就是他对于 未来居住的条件的需求 已经跟以往是不一样了 所以南投县 我们具备这样的条件 所以我们从20年后30年后 未来整个全世界的趋势的需求 你反过来反推 现在的南投县 从30年后 我们的方向是在这里 那你要怎么从30年后的定位 来往后推 这一段我们应该要做的目标 那其实你的目标就 你的中心的地位 就会非常的清楚 所以在任何 我才会讲说 不管是在观光跟交通 都会跟永续是扣向一个 非常重要的观念 所以在交通里头 我刚刚提到的 不只是在观光的大型的运输之外 民生的这个到各个角落里头 社区里头的 你的最后一里路都要完成 我们在我的任内呢 我们也提出 就在我上任的时候提出了 这个几个重要的 这个交通转运站 我举例啊 像现在从草屯镇 我们也遇了一个空间 就是在草屯镇公所的附近 那当然大家现在一直很关心 是未来台中市 有没有捷运 可能拉到南投来 这个当然是台中市 台中自己都没捷运了 对台中市的有捷运 但是那一条 只有那一条 那一条要从未来 如果可以从这个大里到雾峰 连接到草屯的这一条 现在还没有核定 但是我们也已经预留了 这个空间 就将来我们希望 可以进到南投来 那当然这个是未来的 另外可能在我卸任之后 都不一定能够看到 但是我们必须要 这样的准备 因为未来的 这个大型的交通运输工具 绝对是要靠着 就是捷运或者是轻轨 这是未来的 也是另外一种的 这个交通的运输的趋势 那在转运中心 转运站里头 这样在草屯 埔里还有南投 集集这地方 我们都有做 转运站的这个空间的设置 埔里镇的部分 我们已经选址完成了 那跟大家报告是在 南投市的部分 我最近出去 我跟乡亲讲 这个当然一开始 不在我的证件里头 但是我后来 我在我们的南投市中心 各位如果有印象的话 在加东府旁边 我们有个客运站 那中间有一块空地 好大一块 超大的 那我20年前 我当议员的时候 那就是一块空地了 对啊 那20年后 那还是一块空地啊 那当然那个地主 一直希望是可以盖 这个住宅区啊 但我我们上任之后 因为过去的县长 也一直没有核定这个计划 那后来我们上任之后呢 当然地主还是希望 能够以住宅区的方式 按照比例来分配给 回馈给县政府 可是对我来讲 我坦白讲 我认为县政府 拿这二三十%的回馈地 其实对我们来讲 效应并不高 所以我认为 如果在南投市的市中心 把那个地方 把那个客运的部分 旁边的总达 相关的小巴的部分 还有计程车的部分 未来全部把它 整合起来 对把它纳进来 做一个转运中心 南投市的市中心 它早期的规划是如此 已经不可能再重新 在市地传化了 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那如何你要让市中心 可以发达起来 那个地方它具有 非常重要的指标意义 如果可以把那个地方 作为一个 我们重新规划 有交通的转运中心 还有商场的功能 南投市的整体的规划 台北市就是 台北市转运站 它本身就是百货公司 是 没错 而且所有的游览车 都集中到 那个大楼里面来 那真的是很 很不错的想象跟地点 对 就是说 你要有一些新的想法 所以我打算 就是明年的预算里头 我们也有编列这笔的预算 要征收那块土地 也希望议会能够支持 那多数的议员都 在南投区的议员都觉得 非常好 因为觉得那块地 放在南投市中心 现在有时候变成是 会被丢至垃圾 其实也非常的可惜 对南投市中心的发展 没有太大的这个注意 所以我希望能够 做一些大的变革 好 这是南投市的其中一项 整体来讲就是说 我们在整个南投县里头 除了转运中心 把它设置完成之后 未来把任何的 不管是要从转运站的部分 连接到我们各个的观光景点 我们都会有配套的措施 现在我们县政府也极力的 再跟中央 在客运的班次上面要再增加 因为很多时候人都欢迎说 这班次不够 有时候要去挖头 好 现在是要来坐 没有人去台中 我们的班次常常都不够 我们现在在努力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我们南投县 就是我们很多我们这家的乡亲 我们的路线客运是了解的 所以客运业者 全部都是中央在补助 在这种情形底下 就是客运业者 他其实不太想要来经营 我们现在正在努力看法规上面 就是客运不足的部分 中央如果没有补助的 我能不能自己 县政府也能够出钱 来让这些的客运业者 多跑几班 加班 那这样的话就能够让我们很多 偏乡要出来的 或者是回乡的 班次也能够充足 那么增加他们的一些路线 这样我们就会说 让我们更多的乡亲 都会让我们更多客运可以使用 那再来我们也不断的增加 在很多的社区的长造车的接送 这个是我们今年来的 很大的一个重点 也是我极力要去推动的 民间企业业者来捐赠 那我们让更多的长辈 如果没有坐公车的 你等于跟社区的时钟 我们有长造的专车 可以来送长辈 那未来这个最后一段的 就是我们现在步步共产 现在我们讲的幸福巴士2.0 幸福巴士2.0 都是各个乡镇市公所在提案 那我现在就发现说 这样子在提案 并没有一个整理的 就是要有一个统筹点 所以我们明年刚好要成立一个 这个交通管理所 那我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些 幸福巴士2.0 从公所整合的 你要把这个系统 全部要拉到县政府这边来 你要做完整的整合 将来不管是要派遣 哪一种车类的车子出去 你这边的把握 对你才会更加的清楚 不然就是公所在做 有的有做有的没做 有的乡镇就没有 这很高兴 我们就接不下来 对 那要做就是乡镇做得好 我们高兴 如果没有的 所在就由我们管政府来加弓 幸福巴士2.0 在每一个乡镇里头都能够有 这个是我们未来的 后续的整体发向 所以透过这些交通路网的部分 还有这些客运交通等等的 最后面透过这个幸福巴士 还有最后面最后面 还有像幸福小黄 那个是最后面的阶段 那现在我们 透过明年1月1号的 两个局处 不管是清发所 或者是我们的交管所 我们都会把这些的工作 全部把它快速的进行 真的让人非常的惊艳 那县长呢 他有公益心 有关怀心 对于立即可拿到的 2 30%的回馈金 县长他看的是更远 看的是整个南投县市 共同的发展 而不是南投市这一块 或者埔里草屯 原来现在的空地 他可以使用 可以变卖 可以用各种方式 都是短例 那县长看的是长远的 甚至我们准备好了 台中捷运 台中街南投 我们都准备好了 只要中央愿意 南投随时都可以 让各位享有更好的交通便利 那今天刚刚还很感动的是 县长对于农业职人精神 也非常的用心 然后呢 也让我们的年轻人呢 非常的有信心 只要你愿意回来 县政府会负起最大的责任 就是让所有的青年 在返向的过程当中 不是像你看到你小时候 看到的爸爸妈妈 那样在田里 做整年 探一孙子 不知心我 已经不是了 相信县长 有让大家更美好的未来 休息一下 再回到现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